大家好,我是中心社的记者周浩 今天我将会跟随李兰娟院士一同进入ICU病房 虽然说李兰娟院士今年已经73岁的高龄 但是她依然坚持要去面对面的探视 八位新冠肺炎危重症的患者的病情 我们看到当李兰娟院士穿好防护服之后 助手会在他的防护服的前胸还有后背用马克笔写上姓名 而且为了鼓舞同事的士气汤漾助手 在后背他的名字的下方还添上了加油两个字 这一天正巧是他们团队成员张元元的生日 李兰娟院士也是特意在张元元的衣服上面写下了祝元元生日快乐 据我们了解跟过去的十多天一样 李兰娟院士每天上午八点半都会准点抵达 五广大学人民医院东院查发 因为元人看跟直接跟病人面对面看是不一样的 我们医生我觉得还是需要面对面的了解病情 看看病情的变化 然后再来决定这个治疗的方案可能会更好一点 我们相信有这么多跟李兰娟院士一样 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武汉一定能够战胜这次疫情 加油加油我们加油 昨天我们全国从各个渠道供应湖北的N95口罩达到33.6万只 防护服务达到13.3万件 那么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这相当于之前 我们全国防护服务和N95口罩生产能力的两倍 尽管这仍然是一种仅平衡 我们讲是仅平衡 就是要靠每天调度来保障供应 很多医院呢 可能只能有一天的库存 但是呢 对一线医护人员和高危人员的防护物资 是可以得到保障的 面对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呢 我们局在第一时间启动了这个医保支付范围临时的这个调整机制 会同有关部门发出这个紧急通知 明确了这个确保患者不应费用问题影响就医 确保救治医院不应支付政策影响救治的这个两个确保的原则 打破了日常管理中关于医保支付目录等限制的规定 明确呢 和卫生健康部门制定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的药品和诊疗服务项目 都临时纳入医保基金的支付范围 并及时跟进了最新版的这个方案进行动态调整 本来我们想的是在冲切上就是要大干戏肠 因为每年的冲切 因为每年的冲切 本来我们想的是在冲切上就是要大干戏肠 生意比较好嘛 所以备的货呀 对员工的这些培训呀 还有就是 准备 准备的比较充足 结果就是这特殊情况嘛 疫情的情况下休息了 我们也挣不上钱 也回不了家 所以这些老板们 商量之后 就是第一 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好平台 让我们挣上钱 第二就是 附近的 像这些居民呀 提供方便 现在他们以前就是 做餐饮行业的 就是他们 冲结来临 也是捅了很多货 现在这些货也出不去 然后我们这样的话 不仅是共享了员工 而且呢 就是把他们的一些 这些剩余的 就是不能放着烂养嘛 所以说 他们这些库存里面的东西呢 我们也会通过这一方面 去输出 而且是什么 优优独的 对 就是 优独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